是 若云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告诉我这是巧合啊 果然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是这样的 第一次呢 我母被天霸总会的人追杀 若云碰巧遇到了 所以就想用这个法子 让伯母留在我们家 这胡闹呗 这万一保镖失了准头 那若云就真的有危险了 一开始我也不赞同 可若云他坚持这么做 后来我一想 万一伯母被天霸总会的人抓到 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那 那若云的心理 得难过成什么样子 所以就只能走这一步险棋 可那么做 能把他母亲留多久 等他伤好了之后 他母亲再走 那他是不是还再受一次伤啊 反正就是希望利用这点时间 套出伯母为什么不可认若云的原因 爸 这还需要您的帮忙 我 好啊 以您的阅历和口才 一定能够说服翠衣留下来 你还真会替我找差事 什么叫替您找差事 我跟若云都开不了这个口 所以就只好请您出面了 我答应你啊 这段时间我会到瑞姬去帮忙 如果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会回来跟你商量的 好 你能到瑞姬去 那最好了 不 我是 爸 我能暂时去帮忙 你知道我对做生意没什么兴趣 这我就觉得奇怪了 瑞姬那么大的生意 多少人慕名以求的想进来 你 你怎么连碰都不碰一下你 人各有志嘛 如果人人都想做生意的话 那这个世界多没意思 那您就算答应了 敬礼 张扬 我是妈 妈 什么事 那个 上次你吞下的那批货 你现在放在哪儿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别管那么多 你告诉我就是了 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还好 瑞姨 麻烦你了 没什么 我妈 虽然看起来很瘦弱 我妈 虽然看起来很瘦弱 但是她的悲剧很温暖 以前 我带着弟弟 从家乡走到这里 一路上 我们沿路祈祷 我爱情的小时候 妈带我出去 因为我贪开卖唐人 所以和她纵散了 我贪开卖唐人 后来 妈妈终于找到了我 特别温柔地 擦掉了我脸上的泪水 背着我 走在回家的路上 那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过了很久 我终于明白 因为那是妈妈的背 可是现在 为什么我仍然哭着喊着 都却不会再出现 她 爸和小人都没了 妈和伟强 也不知道去哪儿 就剩下我一个人 一家团聚 好像是一个 永远都无法完成的梦 对 对你母亲来说 你现在 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 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的 如果我没有妈 我就像一个没有根的扶萍 在这个世界上 飘荡着 怎么会呢 我看红衣家对你很好 特别是红少爷啊 不一样 他们对我再好 也没有办法 替代妈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岁衣 还好有你 看到你 就像看到我妈一样 岁衣 你可以抱我一下 可以吗 可以吗 妈 妈 妈 也好 骆衣 对不起 为了你也好 我不能承认 对不起 你 红叶 还没睡啊 若云睡了 他刚睡了 坐坐坐 这两天辛苦你了 谈不上什么辛苦 若云他脾气好又懂事 我可以陪着他 我觉得很开心 若云这孩子从小就懂事 什么苦啊 他都往自己肚子里咽 看着叫人心疼 可是再怎么疼 也比不上 母亲在他身边好啊 他 他过得不好吗 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啊 他一世无忧 我跟子昂都很关心他 可是我总觉得啊 他好像心里不是很快乐 为什么 你想知道 他怎么会成为我的干女儿吗 是 记得 当时他只有十岁吧 那天下着大雨 他呀 孤孤伶伶的一个人坐在大街上 然后 倒在我们车子前面 我呢就把他抱回来了 这醒过来没多久 就又冲出去 说要找他弟弟为强 结果一出去之后呢 差点被人贩子给骗走 幸好子昂在后面偷偷跟着他 才没发生憾事 可是呢 他对于没找到他弟弟这件事情啊 他一直耿耿于怀 他责怪他自己 这孩子 我在想如果他母亲在他身边的话 一定会开导他 叫他不要那么自责 可惜啊 十五年了 十五年他没有他母亲的下落 也找不到他弟弟 我要是他母亲的话 我真不忍心看着他这个样子 可是 他母亲如果出现 未必就能带来幸福 也或许是更大的不幸 嗯 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 但对于若云来说啊 他这一生最大的不幸 就是找不到他的亲人 一天找不到他妈妈 一天找不到他的弟弟 他就无法将他心中的不一块 跟自责放下 他 你说说看 那这样的日子 他有什么幸福可言 如果你是他妈妈的话 随眼 你 你忍心看着他这样过日子吗 我 我又不是若云的母亲 我怎么会知道 不是 我说假如 如果 如果你是他母亲的话 你会不会舍不得 如果 我想做母亲的 总是会替儿女着想的 所以 有的时候尽管舍不得 也得舍了 就算所谓是替 替儿女着想的决定 也未必是最好的决定 也未必是她们希望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五年了 你又一次这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你告诉我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会让你不再放手 不再把我推开 对不起啊 我 我昨天晚上不小心在这儿睡着了 有你在真好 昨天晚上那一觉 是我最近一段时间 睡得最香甜 最温暖的一次了 早上一起来就看在你在身边 真的好开心 少爷 最近因为降价封锁张继 所以利润比较少 那张继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目前 大部分和张继来往的客户 全都改和我们瑞季签约了 那这么说 张继为了卖掉那一批货 一定会重新找买家 这样一来 我们就更能说服李队长 尾强是被诬陷的 红大哥 宽叔 你们刚刚是不是说到尾强了 坤叔 先去忙吧 嗯 红大哥 尾强他到底怎么了 他怎么会被诬陷了 坐吧 玉玲 这件事 如云他们本来 本来是不想让你知道的 既然你听见了 也就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了 许正豪 就是尾强 什么 正豪就是尾强 不可能 尾强绝对不会加入天霸总会的 不可能的 是 如果是尾强的话 或许不可能 可他现在是许正豪 可轩 你过来一下 那天晚上 局长最后出现的地方 是风华酒楼 不光是这样 这是风华酒楼的定席名单 蔡雄这个名字 你眼熟吗 蔡雄 天霸总会的人 对 他是天霸总会的人 我问过风华酒楼老板 也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装糊涂 他对蔡雄定席的事情 一问三不知 就说每次定席的都是同一个人 难不成 上菜的人也消失了 聪明 头儿 要不要把天霸总会的人 交来问话 不要 这些证据不可能给他们定罪 而且还会打扫金蛇 这些人可真够狡猾的 对了 新局长什么时候到人 就这么几天吧 希望别是第二个松局长 是啊 不然这些天 我们就白干了 是 翠雄 你说 天霸总会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抓你呢 这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们搞错对象了吧 是吧 怎么可能呢 不然他们也没理由 抓一个路边卖花 没权没势的女人哪 或许 或许是因为你的亲人哪 没这回事 你想太多了 是吗 失误年前 因为我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保护好我的家人 所以导致我家破人亡 我发誓 我今天 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 再度发生 这不是你的错 也不应该承担那责任 也许 也许 你会觉得 我没有立场这样说 可是 我还是想告诉你 你应该放下心中的愿 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 放下 怎么可能放得下 如果没有婶婶的话 小人她不会死 妈也不会坐牢 为什么要让不开心 困住你的心呢 你这么不开心 你弟弟就能活过来吗 你娘就能不坐牢吗 我放不下 我不可能放下这一切 我不可能放下这一切 十五年前 我只有十岁 一夜之间 我失去了所有的情人 望着那被火烧的废墟 还要找不到弟弟的车站 不过来 我不知道我自己 应该去哪儿 我经常想问老天爷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为什么留下来的人 会是我 你别哭了 别哭了 都过去了 过去了 过去了 我好希望 我能找到我妈 几口叫她一声 我好希望 她能够拢着我 给我手 若芸 别哭了 别哭了 不急 我来不及了 你不看她 你们别哭了 我来不及了 你我送她 我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了 你给我把主啊 我向你帮你 正好 玉玲 玉玲 我真的好开心 好开心 玉玲 你怎么了 开心什么 你知道吗 每当我多喜欢你一点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自责 因为伟强真的对我很好 可是当我知道 你就是伟强的时候 我真的好开心 难道你也要告诉我 我是伟强 是啊 洪大哥说 你别说了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跟洪家扯上关系 都要说我是伟强 难道你不相信若芸姐的话吗 你们有看到小火蛋吗 像火蛋能代表什么 难道有像火蛋的人 都是伟强吗 你明明知道不是 那是伯母亲手给你们缝的 你说过 那是你最珍贵的东西 伟强 不要叫我伟强 我叫许振豪 玉玲 如果我不是张伟强 你就不会来找我了吧 我 我知道了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知道想念一个人十五年的心情吗 你知道寻找一个人十五年的感觉吗 玉玲 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要我相信 我是伟强 难道就是因为你是玉玲吗 难道这点还不够吗 当然还不够啊 我爸告诉我 洪锐是我的杀父仇人 可隔了没几天 洪若芸又告诉我 她是我姐姐 嘿嘿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失忆 是线这么有趣的事情 给大家一个利用我的机会 没有人利用你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许天爸一样吗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韦强 我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你觉得我能相信谁 我跟他们不一样 别说了 好 你想当许真好 就继续当你的许真好 我告诉你 你是伟强 我真的很开心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我让你抓个人都抓不到 嘿 打听那批货的消息也打听不到 你说你能干什么 是会长 对不起我 够了 对不起这三个字 我都听烦了 哼 那批货难道 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是啊 当时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个猪头 没有消息你不会去打听啊 哼 你要知道 拿货的人 他是要想办法脱手的 你现在无论如何 给我打听夏家是谁 是 我马上去办 快滚 等等 正好那儿 难道一点动静都没有吗 呃 没有 据说少爷最近一直在屋里待着 哪儿都没去 继续给我盯着 是 会长 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可能说出来有点对不起少爷 你想说什么 说下去 呃 我 我可是为了咱们天霸总会的利益着想啊 少爷上一次没有把资料给带回来 我就特别担心 担心少爷是不是另有打算 所以我想 既然少爷这么在乎罗玉玲 干脆咱们直接把罗玉玲抓起来 这样少爷就可以乖乖听您的吩咐了 呦 哼 我还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挺有心计的 啊 会长 天地良心哪 我阿雄虽然一直跟着少爷 但是我效忠的永远是您 行了行了 收起你的狗椅吧 办事去吧 是 怎么不在床上休息 怎么不在床上休息 今天情况怎么样 很好啊 虽然 我还没有叫他一声妈 可是 我还是觉得很幸福 就是不知道 这种幸福能维持多长时间 等我病好了之后 还能不能留住他呢 放心吧 一定可以把伯母留下来的 你看你 一提到伯母就这个表情 我担心嘛 以前 没有找到他的时候 我总会告诉自己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坚强 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可是现在 我已经找到他了 我不知道他走了之后 我会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 那种得到之后 再失去的痛苦 会比没有得到 来得更难受的 我明白 别担心了 你不是还有我们吗 哦 你这几天在家休息 我可是忙坏了 哦 对 我听爸说了 说你最近老去瑞季 对吗 还不是因为你吗 我不得不去啊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呢 什么感觉怎么样 你别想把瑞季丢给我啊 商场的而鱼我诈 不适合我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比你奸诈了 所以才适合我 对吗 狡辩嘛 你明明知道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意思 哦 还有 告诉你个好消息 张继啊 快要撑不下去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张扬就会想办法把祸出手 那很快 就可以证明瑞强没有罪了 瑞强 若芸已经找到瑞强了 他出什么事了 其实 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了 只要尾强能够平安无事就好 不管他是郑豪还是尾强 我都一定会保护他 照顾他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一定会认我这个姐姐的 什么 原来郑豪就是尾强 不行 我要是问了 怎么跟若芸解释呢 若芸 这次你受伤 没有告诉李队长吗 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 我觉得没什么可以告诉他的 因为我们两个 总是持不一样的意见 如果两个人立场不同 那相处起来就很困难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好好地养伤 或许时间 可以帮我们做决定 天哪 原来郑豪就是尾强 我居然认不出自己的儿子 在尾强这么痛苦的时候 我居然只能给他那么点安慰 不行 我不能让尾强再这样下去了 我得去找他 有了 孝仁 最近都没有顾到你们 因为若芸受伤了 我去照顾他 不过你们别担心 他已经好多了 我也看到弘家的人 对他很照顾 来 李刚 来了 伯母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我来了好几次都没看到你 我还担心你出事了 若芸受伤了 我去照顾他 若芸受伤了 眼没眼中 别担心 没什么大碍 若芸没跟你说吗 他没有跟我说 伯母 你们有没有相认 没有 我没有和他相认 我说过 我不打算这么做 这样做真的好吗 为了若芸着想 没什么好不好的 苹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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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是苹芸 你是我的孩子 苹芸 苹芸 你怎么了 我不是你的孩子 怎么了 你 你也来拳我 先是御令 然后是你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不是伪强 我不叫张伪强 你听我说吧 你别说了这件事情 没什么好说的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相信自己是伪强 你们要怎么样才能放我 我已经离开天霸总会了 你们不要再利用我的亲情了 好不好 我没有 请你想想这段世界我们的相处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信任 我现在不知道什么叫信任 你 养了我十五年的人 我信任他 我替他卖命 可是结果呢 平衣 我现在信任你 我不希望结果是一样的 我知道许田爸的事情让你刺激很大 我突然说我是你母亲 你也很难接受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八孙以前发生的每一件事 你愿意听吗 就要听个故事也好 你说 你身上有个香火袋吧 虽然这个香火袋 做得不是很精致 但是一真一心 都是我满满的期望 我不求子女大富大贵 但求平安 那一年我被迫离开 你姐姐若愈 毒气没有来 所以我把这个香火袋交给你 要你转交给你姐姐 我走了之后 你叔叔把你们接回家 可是没想到 你婶婶没有好好待你们 后来你姐姐带着你们逃出来 一路跋涉找到我 谁知道 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小人 见了我之后 不久 他就病死了 我紧张 我钩这一个小人 我 powerful 我求你不要再說了 你讓我一個人好好想一想 微強 我來 就是要告訴你 媽媽在這裡 我來 我來 就是要告訴你 媽媽在這裡 我 這一次 我不會再離開你 不管將來 你變成什麼樣子 我都要一直一直陪伴在你身邊 走 走 走 我讓你走 走 我 我讓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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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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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是我妈 那洪若荫就是我姐姐 那义父不就成了 害我家破人亡的仇人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若荫 怎么受伤了 我妈 她不肯认我 所以 为了把她留在我身边 我就 若荫 你怎么能胡闹呢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难道 你让我每天看着她 在外面卖花过苦日子 然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换成是你 你做得到吗 伯母有她的苦衷 你这会什么意思 我妈 我妈 在哪儿 你见过她 你是不是早知道 我妈在哪儿 你见过她对吗 我妈在哪儿 你 moan 你能和我 我爱你 当雨水滴起 你的眼泪 你的眼泪 那是我 是我思念的眼淚 當風兒吹過你的髮際 那是我牽掛的牽掛的雨 回憶被傳奇 淋淋下雨 淋濕了絮眸的足跡 當風兒吹過你的思緒 告訴你 你到底在哪裡